千古奇书《黄极经时书》对2024年的预测到底是什么? 要知道,按照北宋医学大师的话来说, 今年就是正值雷火风卦,雷电交加木火相生, 这种特殊卦象提醒人们必须要谨慎, 大家不要小瞧了中国已经所包含的智慧。 2023年属于黑兔年,整整60年才能碰上一回, 正所谓黑兔走入青龙雪, 遇进不进不可说,这意味着许多天灾人祸发生的风险会大大增加, 既存在风险也有机遇。 还有人解读称黑兔大着胆子走入龙雪, 时有892023年会发生大灾难, 而大家从那段时间的国际形势不难看出, 很多事情确实按照卦象在逐渐发展着。 去年俄乌战争越打越猛, 俄乌双方都动用了各自所有强火力性武器, 到了2023年最后那几个月, 又爆发了至今未停止的巴异冲突。 这场突如其来的战火, 导致大量架杀人倒在被轰炸的废墟下, 其中伤亡儿童的比例极高。 在此之前, 很多人从未经历过如此惨烈的杀戮。 另外, 在2023年还曾发生一场7.8级的强地震, 这场突发天灾造成土耳其和叙利亚两国, 仅6万人身亡。 的确大家当时都在庆幸如此多灾多难的2023年, 终于要结束了。 但种种迹象显示, 我们现在迎来的2024假成龙年, 似乎也没有比去年好到哪儿去。 那么本期咱们就来聊聊《黄极经史书》里面的卦象, 到底预示着什么内容, 2024这个假成年又会发生怎样的巨大变化。 北宋这位老先生少庸, 其实就是铁板神术的创始人, 被称为大宋第一牛人和宋朝最强语言家, 可能很多人都会好奇少庸老先生, 占卜算卦能力的高低, 但就宠他将已经完全琢磨透这一点能看出, 此人绝不是什么弄虚作假的江湖骗子, 更何况北宋时期他的学问, 在学术界被广大学士大力推崇, 在整个社会中都享有极高的声誉。 当时北宋著名的史学泰斗司马光, 直接称其为兄长, 先天学说的创始人张哉, 更是整日待在邵雍家交流学术, 就连当朝皇帝都多次热情邀请邵雍当官。 显然,如果邵雍老先生没点真才实感, 还真不会得到这么多人的刮目相看, 他一生最爱写书和探索天地之道, 后面得出一个重要结论, 那就是这个世界虽然一直在不断地变化, 但这个变化背后拥有一个恒定的规律, 只要从中推敲出一个公式, 就能劲儿掌握整个世界的变化规则。 邵雍老先生将其称为误皆有数, 所以数年之后大有所悟的他, 亲手创造了一本几乎无人翻译的奇书《黄极经史》。 在这里面, 邵雍老先生结合周易思想, 和自身丰富的学识预测了未来的发展方向, 而且他还提出每十二万年我们这个宇宙, 就会轮回到新的一天, 然后重新开启一轮生生不息的循环, 以至于很多人纷纷认为读透此书, 能给地球算上一挂, 毕竟邵雍通过研究确实说中了很多历史大事件, 大家不妨看看他之前已经应验的那些预言, 他曾在自己的梅花诗中, 暗中写下北宋走向灭亡, 山河虽好非完毕, 不仅黄金是货胎, 这一句就是代指靖康之耻, 可能单看一个还不足以令人心服, 而梅花诗里面的第三首, 紧接着又道出了元朝建立, 甚至连人家取的国号都被邵雍老先生预测到了, 天地相成数亿元, 忽逢贾子又兴远, 巧合的是忽必烈当年登基称帝, 正好是在贾子年, 这很难不让人感到难以置信, 2024年到底是喜是忧, 黄极经事书早已作出相关预言, 这里面提到的卦象往往对咱们现实生活, 有着非常强的指导作用, 的确2024年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从今年开始还会迎来长达20年的新大运, 也就是俗称的离活久运, 然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在此期间现实生活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变化, 虽说距离黄极经事书作者的那个朝代, 已经过去了千百年之久, 但幸运的是, 这本古籍仍然没有失传, 所以我们如今才能对其中的深奥原理进行解读, 而说起来, 今年雷火封挂的重点之一, 便是丰盛之道, 内明外动, 在古人来看, 这一时期能量会比往年更大, 但为人处事, 需对自己有清晰的认知, 说白了, 2024年, 普通人千万要谋定而厚动, 另外, 雷火封挂的挂词也非同一半, 哼, 王甲之, 悟忧, 一日中, 实际上, 这预示着繁荣昌盛的前兆, 只是与此同时, 该挂项也存在一定的隐患, 因为后面一句是丰收之相, 日中则写, 这说明丰收之后, 很有可能会出现重大转折, 也符合《易经》里提到的 福火相依理念, 所以, 在这一年, 我们还是应该小心谨慎, 毕竟转折点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我们不保持警觉, 很容易栽到某个坑里, 值得一提的是, 雷火封挂的内容里, 还有一句风起步, 日中见斗, 预期遗嘱, 大多数人都将其解读为遇到那位遗嘱后, 能够看到如日中天光照四方的场景, 只不过至于遗嘱, 究竟只带得何人, 没有人能精确知道这个答案, 当然, 纵观整个挂项, 我们可以看出, 风挂更像是给我们一个警示, 尤其是在处于丰盛局面的2024年, 一定要居安思危, 防危杜鉴, 时刻牢记着, 俘获相依这一条, 做到这几点, 对自己没坏处, 更何况, 《黄极经史书》的作者邵雍, 可是号称北宋第一牛人, 他所写的梅花诗, 曾成功预演, 包括北宋在内的九个朝代重大事件, 其中甚至算到了明朝建立, 原文是毕竟英雄气不一, 朱门不是旧黄姬, 而朱元璋正是出身贫寒之家, 就连明朝皇姓都被邵雍早早点名, 足见此人的本领是实打实的, 而且这位北宋其人的宇宙学说理论, 自古至金陵无数古经中外学者叹夫, 总之呢, 不管这种书籍所描述的准不准, 在当前这种百年未有的大变局之下, 我们普通人应该好好把握时局, 谨慎行事, 毕竟没有人会知道接下来发生什么, 人们自然需要密切注意自己身边的变化, 不盲目追求一些不切实际的事情, 更不能太过沉迷于贪婪之中, 尽防乐极声悲发声, 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 对此大家怎么看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如果觉得视频的内容不错, 请长按点赞, 咱们下期再见。